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大馬Sir 馬來根 安慰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這一節就是我們昨天的《正向報》《2021-0701C》 《加拿大華裔參議員批評中國人權要慎重》這一節的後續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個參議員會說這些東西呢? 因為其實在昨天,如果大家回顧之前加拿大的國會 也就是我們說的下議院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下議院就通過了一條法案的嘛 就是稱呼中國對新疆維吾爾少數族裔是種族滅絕 大家都知道是荒天下之大謬的說話 不過國會就承認了 那麼他就要通過這個參議院去承認這件事的 那麼在這個辯論裏面呢 我們剛才說的那位華裔參議員 其實應該正確來說 他跟大馬塞尼有關 他是馬來西亞的華僑參議員 他本身都很有經驗的經濟學家 那麼胡元炮先生就說了一番說話 那麼大意就是 中國對新疆維吾爾少數族裔的政策 和加拿大對著土著原居民的殖民主義是有點相似 當然不是啦 首先我要說絕對不是 因為如果真是相似的話 新疆維吾爾的人口又不會那麼高 不會連連升升得那麼厲害 都是那句 不過他也是誤解了 所以他這樣說 但是他有一點是說得對的 如果嚴厲譴責北京 這個是虛偽和單純的標籤 而其實他這個動議 他這番說話我都認為是對的 而他這個動議 新疆維吾爾是種族滅絕 這件事他還是加多一個的 還說呼籲如果國際奧委會 在中國政府繼續實施種族滅絕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將2022年的冬季奧運會撤出中國 就是他這一條很神經的動議 其實保守黨的參議員 有一個人的名叫豪薩科斯 是提出的 當然他還有一些黨友幫忙 但是問題就來了 這兩位人兄 其實新印羅冠聰就跟他們接合的 就是說搞個智庫那些 找些人幫忙就找些人幫忙 但是到最後這個投票結果出來 就是有29個參議員 都贊成 33個參議員 都反對 還有13個投了棄權 而投棄權的人 就是包括總理杜魯多 還有他的內閣國權 都是缺席了投票 而外交部長是唯一出席的內閣部長 他是投了棄權票 他是說代表加拿大政府投棄權票的 就是可以見到 阿柱到雖然就叫了這個聯合國的代表 就走了出來 牽頭就叫40個 就是那些同盟國 就是美國那些 就說要追擊中國 叫中國給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高級專員 入新疆查野 就是我們都講過幾集的 講這件事 但是而事實上杜魯多 是畫一條街畫得很聰明的 而他其實一直以來 他都是說 喂 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待遇 不是種族滅絕 因為種族滅絕有一個定義 你不要說誇好不要 因為這些是需要獨立調查來證明的 這樣說 結果就是推翻 其實除了胡元炮議員之外 參議員之外 還有另一位 是反對這個動議的 這位叫做大衛博武先生 這位先生 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前外交官和副部長 他在2008年到2012年 是擔任加拿大駐德國界線 再由2012年到2016年 擔任加拿大外交貿易部副部長 2016年3月就做國際發展部部長 甚至在2017年到2018年 是重籌過一些七國集團 是從七國集團封會的 他是之一 一個說法 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認為將中國對待維吾爾族人口的方式 說是種族滅絕 根本沒有明顯影響 外交的政策行動 是屬於政府的部門 包括總理 就是杜魯多和內閣的權力 雙邊關係的複雜性 就像今天中國和加拿大之間一樣 是不能夠利用眾議院這種手法 就是下議院國會 那種議案就是來搞外交 就是等於我們 大家記得當日保守黨的莊文豪牽頭 就說中國政府是搞種族滅絕 然後大家舉手 中國政府就是種族滅絕 那時候所謂的國際線的黃人 敲鑼打鼓 中國該死的 大家記得 什麼毛都鬆起來 但是結果莊文豪被中國政府制裁 個人制裁 於是博姆先生引起幾個月前 大家這樣做 除了令中國政府憤怒這個反應之外 是沒有其他影響 如果參議院通過了 基本上都是一樣 有效的外交是必須要仔細地權衡操 外交不是黑和白 一切都有灰色的地帶 這個議案是不會提高中國解決新疆局勢 也都不會有助於緩解中加現在兩國 已經充滿緊張和複雜的關係 但是剛才我們說過那個保守黨的議員 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是要強迫中國做什麼 我們對於新疆 維吾爾人 我們要團結他們 我們要好像 可以仿後其他強大的民主國家 一樣團結幫他們 這樣 這些人當然是這樣說的 另外當然 有些人 滿地可 人權中心 這個中心其實是和華盛頓的國務院收到一些錢的 也都是和這個所謂奧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是有些少許關係的 還有一些華盛頓的智庫 就找一些所謂獨立律師 就現在在砌中國生豬肉是一樣的 就說他們是對待中國 中國是對維吾爾人這樣 做了一些所謂的報告 就說中國是對維吾爾人滅絕 就是說 其實是和盧旺達那時候所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樣的 盧旺達那時候做的事情 很嚴重的 中國有沒有這樣做過 不要這樣亂搞 這個就是Trudeau所拿的 喂 你說到中國這麼嚴重 看都看不到 真是 這次參議院嚇了他 其實是有沒有用呢 會不會阻止他呢 其實整個當事 你阻止他都是沒有用的 不過也都可以看到Trudeau做事的方法 就是他知道這條界在哪裏 就是說 那我是中立的 這件事上 你說他縮骨又可以 什麼都好 因為其實現在加拿大和中國的貿易 都算是這樣的了 是連年都有上升的 你叫加拿大和中國完全反對 根本是不像實際的事 而中國的心也都很明白 加拿大的難處 就是你看一下 除了最新近說戒花紫遊 搞到很不愉快 但是加拿大都未說要去到世貿那裏告中國 而且見到那個 買回戒花紫遊那條數 是正在上回去 就是大家其實知道 現在情況是怎樣做 就是不像澳洲那樣衰格 但是遲下就難說 而其實對於這件事 中國政府都是有反應的 在這個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 又是要回應這些事情 是很不空的 就是說 有記者提問 加拿大參議院投票否決了 有一項關於認定中國 新疆維吾爾族 是實施種族滅絕的動議 中國中方有什麼評論 這次就到汪文斌先生說的 中方已經好幾次介紹過 新疆有關的事實和真相 所謂新疆種族滅絕 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違背事實和常識 它的真正目的是破壞新疆社會的穩定 壓制中國的發展 加拿大參議院否決有關 涉疆錯誤動議 也再次表明 少數反華勢力的卑劣塗謀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看穿 炒作新疆種族滅絕不得人心 當前新疆社會穩定 當前新疆社會穩定 經濟發展各族人民安居落 享受之前所未有的權力和尊嚴 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我們歡迎更多的各國人士去到新疆參觀訪問 眼見為實 耀宴終歸會不公自破 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 維護新疆的發展穩定民族團結的決心堅定不 我們奉勸加拿大個別政客尊重事實 停止借攻擊抹黑中國謀利 謀取政治私利的絕劣把戲 停止打住人權旗號干涉中國的內政 亦都希望加拿大社會各界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政府 治疆政策和新疆的發展進步 不要讓謊言和謠言所蒙蔽 這就是他的說法 其實應該還會炒作一輪 炒一下炒一下就沒有聲出了 希望這些謠言快點過去 好了,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拜拜